现场马上带您看到就是高雄县长杨秋仙 一早到台南县的官田来探视扁妈 市场穷如何请记者翁成文告诉大家 好了 画面可以看到今天一大早的事实上 台南天气是非常的寒冷 不过高雄县长杨秋仙就跟着母亲一同来到台南县官田来探视扁妈 这也是高雄县长杨秋仙的第一次在扁岸之后 到这个官田来探视扁妈 我们来看看试扁 试扁 画面可以看到两人在寒暄了一下之后 那么像杨秋仙还特别送了一包红包给扁妈 不过扁妈后来是没有接受因为非常的客气 那么事实上在稍微寒暄之后 那么杨秋仙现场就请媒体离开了官田在外面等候 因为两个人就在里面谈了起来 那么至于谈了些什么内容 刚向杨秋仙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并没有多谈些什么 不过这也是扁岸发生以来 由于这个高雄杨秋仙是属于新潮的派系 在扁岸发生之后 那么一直跟这个扁系的人马 一直都刻意保持着距离 不过为了争取大高雄提名 那么今天的首度来探视扁妈 那么事实上也是希望能够拉拢这个扁系支持者的这个票源 那么事实上的政治上的动作呢 事实上是不言可遇 也就是目前现场的情形 镜头交往给彭的主播 好来看到呢 这个杨秋仙来探望扁妈 但是扁妈扁妈还是跟大家说 希望阿扁赶快回家团圆 输出自己的新年愿望 好 好